第316章 吉卡七分之二 爹爹 我手上怎地也有红线了 就在众人为眼前红线崩盛道 黑白困大如的场景惊讶而全场安静之时 一道小声的女孩声音响起 众人不自觉望向声音的出处 只见一个妙龄女子跟在自家长辈身边 亮出了一截葱白手腕 那手腕上缠绕着一根四须四式的红线 那红线与陈洛手腕上红娘化作的红线相比 要细上一些 我也有 俺也一样 顿时剧场之内道道惊呼响起 只见一个个青年男女手中都多出了一道 似乎是弃组成的红线 就连舞台之上 还带着红娘妆容的苏晓晓也发现 不知道何时 自己手上也出现了一条这样红线 不过很快在场大如就发现 有红线生成的人据是一双双小儿女 怎爹 这红线还有年龄限制 朱赫松大如眉头一皱 我们就不配吗 呸 呸 呸 金赫兰大如赞同地点点头 吴侯 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大如拱手问道 方才他最疼爱的孙女手上 也出现了这么一根红线 虽然他明白 这是十有八九 是因西香记而起 不会有什么害处 但是难免心中担忧 陈洛双手下压 是意众人安静 笑道 诸位 莫慌 此为西香记 受苍天眷顾而生出的妙用 反观看西香记的年轻男女 但凡心有所中 便能生出这么一段红线 若是二人两情相悦 这红线啊 就能相牵 在一定的距离内 红线相牵之人 心灵相通 能感应到彼此的心意 倘若日后澄清 这二人的红线 就会结成童心结 是苍天对二人的祝贺 陈洛话音刚落 就见一位女子手上的红线画器 朝另一处飞去 与此同时 那去处的方向 也有一道红线之气飞来 最终 两道红线之气 牵连在了一起了 女子身边的长辈一脸惊讶 透过人群 看到远处那个一脸茫然的小伙子 眼睛一瞪 你 你不是总来 我家送菜的小伙子吗 那小伙子面色一红 连忙失礼 小声见过刘伯父 这位刘伯父 看了看那小伙子 又看了看纠缠在一起 缓缓消散的红线之气 又侧过头 看着身后那含羞待气的小女儿 仿佛明白了什么 我花钱买你家的菜 你居然想白拱我家的菜 有没有天脸 老夫就说 为何你每次给我家送来的菜 品质总要好上三分 分量也要多一些 你们 你们是何时 话说到这里 刘伯父突然发现 自己身上落满了看热闹的目光 余光又扫到 刚刚被物理掏拍近地里 抠都抠不出来的杜手中 叹口气 罢罢罢 而孙字有而孙福 小子 明日让你家长背来我府上 商谈一下婚事吧 那小伙子脸色一喜 连忙一躬到底 多谢刘伯父 哈哈 家偶天 一位大儒刚要感叹 突然间 剧场内又是数十道红线飞起 互相连接 连连看啊 陈洛笑了笑 低头望了望自己手腕上的红线 这是 西乡记的书林本体 自然不能化作红线之气 因此 陈洛倒是无法形成红线镶嵌的景象 他回过头 在台上众人中找到骆红奴 骆红奴连忙亮出了手腕 向陈洛 展示自己手上的红线 一脸哀怨地看着自己 似乎在疑惑 为什么他的红线之气飞不出来 而陈洛的包厢内 云丝摇低着头 望着手上那形成了一半 却无法再延长半分的红线之气 抬手到嘴边 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顿时那半条红线 被吹散在空中 啪 行目重重拍下 那些没能看到 西乡记首眼的民众 聚精会神 听着台上南院西会声会色的讲述 那杜手中 亮出圣心玉 诸位可知 这圣心玉是什么 那是圣道的感悟啊 只见我们侯爷安步而来 身后红娘书林浮现 文相评价道 世间有精良 可计算者 迎前 世间无精良 不可计算者 情亦也 如张生 音音 男探女爱 此真何与红娘之事 而红娘 便凯然将千金一担 两肩独挑 细思此情此意 真非乘之可的称 斗之可的良也 但见红娘走向圣道礼绳 化作轻飘飘一段红线 顷刻间角断圣道礼绳 杜手中明顽不灵 欲加害吴侯 被物理大圣一掌拍入地下 入地持续 剩余人等 被云大如出手倾纳 好 台下传来一片叫好之声 南院西喝了一口茶 继续说道 此事未了 又生心折 诸位倒是何事 在场之人 被南院西的疑问 弄得好奇万分 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南院西哈哈一笑 原来这 西香祭之妙用 乃是有情人生出红线 互牵连终成眷属 这正是 一区西香一面墙 一双家人一红娘 两情相悦为母命 三生有幸拜花堂 有意同心成眷属 无情乱棒打鸳鸯 因缘从来我自主 毕竟身情最张狂 陈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 随着西香祭 活报天下 以及关于红线的传说 东苍城俨然将成为 青年男女心中的圣地 也将成为未来的爱情之都 此时的她 正在全心全意研究着 红线的作用 因缘红线 只是红线的衍生效果之一 而她的本质是 七情神通 喜 吉卡27 真是久违了啊 陈洛面露喜色 关于七情她猜测过很多书 但是没想到喜 竟然是西香祭 不过仔细想一想 喜吗 没毛病 按照树林传递的消息 这道神通并不像怒 一样可以增强 陈洛自身的斗战实力 而是一种被动技能 可以抵御新神类的神魂攻击 缓缓滋润神魂 当然 遇上了类似方家里 到那种压抑人欲的圣道 也有克制的效果 说起来 陈洛眼睛眨了眨 我这七情神通 感觉是为方家定制啊 方家 昔日被逐圣一竹 打成废墟的方式府宅 已然恢复如初 如今 被指认 暂时掌管方家大权的方化 即独自驱步 来到一片山地中 双手捏绝 朝着虚空空一点 顿时虚空荡漾 仿佛有一扇水波散开 方化即步入其内 瞬间消失的原地 方化即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 一股浓浓的天道气息 扑面而来 尽管已经是熟久寒冬 但是方化即此时出现之地 居然鸟语花香 一位身着麻布长袍的老者 正在锤掉 他头也不抬 只是朝着方化即招了招手 此处 方家秘境 方化即见到对方 连忙上前行礼 化即见过足胸 那锤掉老者 放下手中的吊杆 看向方化即 笑道 即帝不在苍天之下 打理外族 怎地进秘境吗 方化即连忙说道 帝之帝子杜手中 坏了二祖的圣心欲 特来请罪 那老者摆摆手 二叔已经知道你的来意 些许损失 不过是万丈高楼 落下一片砖瓦 不必担忧 说到这里 那老者顿了顿 叹口气 二叔之前与我言道 三叔因道商入魔深重 急功近利 行事作风霸道了一些 又小气了一些 美美地在明处 诗也在明处 至今掌管外族百年 倒是让方氏 外族失了圣人家族的体面 你需用心 将这局面翻回来才好 方化即心中意灵 知道这是那位二祖 在敲打自己 连忙拱手称事 那老者又说道 竹林那里不用担心 圣战之时 自然由我内族出战 近些时日 会有一些内族子弟 走出秘境 充实外族 你无需在意 依旧以你为主 方化即犹豫了片刻 问道 族兄 不知三祖现在如何了 老者微微一致 想了想 说道 三叔吸收了太多的文心 圣道看似得以补充 其中的道理 却冲突不休 正因为如此 才导致三叔入魔 家父正在亲自处理 方化即一惊 大祖亲自 随即低下头 不敢再言语 去吧 老者最后点了点头 重新拿起了鱼杆 方化即再次恭敬行礼 退出了秘境 东苍城 骆红奴急匆匆推开了 陈洛书房的房门 一脸喜色道 侯燕 纪公子到了 第317章 李 李清莲 终于到了 几众翻身下马 望着高大的城墙露出笑容 那扑面而来的风雪 打在几众的脸上 他只觉得 如春风拂面一般 几众千骑马将 走进了入城的队伍中 第111回 邓氏载质败江伯曰 诸葛诞义 讨司马昭 陈洛提笔写下 今日 三国演义的张回题目 其实自从诸葛亮星 落武藏元后 对很多人来说 三国就结束了 但是 陈洛是一个 有原则负责任的作者 还是要坚持写完的 毕竟 还有三国书林 等着自己呢 此时 落红奴急匆匆 推开了书房的门 一脸喜色道 侯燕 纪公子到了 小姐来了 陈洛眼前一亮 连忙放下手中的笔 跑向会客厅 小姐 小姐 陈洛一路喊着 跑入会客厅 就见到几众 一脸肃然站在厅中 几众见到陈洛 也是露出笑脸 刚上前一步 又想到什么 连忙重新站住 双手抱拳 长弓一礼 护卫几众 见过公子 举什么脸 陈洛上前扶起几众 热情拥抱了一下 又仔细打量了一二 不错 确实把身体都养好了 几众苦笑道 有您的吩咐 卢管家哪敢给我情面 非要我看不到一点伤势 才允许我出城 陈洛点点头 拍了拍计中的肩膀 一道红尘器 顺着计中的肩膀 打入他体内 计中也没有反抗 任由陈洛的红尘器 在自己体内游走了一圈 随后从百会学散意 286个窍学了 陈洛愣了一下 果然是天才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血身变神通的入门门槛 是280个窍学 小几已经可以完成一遍了 陈洛心中想到 又有点奇怪 小几怎么会突然进展如此神速 在中金恢复的时候 时常与大幅过招 小几笑嘻嘻道 他就是个靶子 全是道门防御招数 所以 我领悟了新九剑第二招 破道是 论剑阁 现如今 随着城内五道中人增多 后来居上的阴节不断冒头 加之树枝不尽的 针对肉身的蛮族灵财投入 骑马在东苍 骑马在通天路三千里 五道已经出现 和如 道并驾齐驱的架势 现如今 五道之中显而易见 人吉 阿达摩 宋无吉 苏浅浅这四人 明显高出其他人一筹 日后无侯万一 开通天路万里 哪怕就是九千里 这四人只要不陨落 也将成为一方巨拨 一位如生轻摇指扇 看着论剑杯 指点江山 哼 这样你说 一名舞者喝了一口酒 说道 五院开院 分内外两院 这四人接入内院 内院中每一门派武学 都有一位定顶舞者 称为五鼎 其中 任吉定逍遥 阿达摩入少林 宋无吉上武当 苏浅浅掌额眉 若是跟着侯爷 开出了万里通天路 以后也是成宗作祖的存在 也不知五道 是否有增长 受缘之效果 此时一位道徒 陈思道 孟家家主和李家家主等人 实力倒也不弱 只是失在了年龄颇大 未能如内院 日后潜力有限 倘若五道和如 道 佛一般 也有增长受缘的效果 他们倒是可以再进一步 另一位如生摇摇头 如门道大如境界 方有受缘增长的天赐 佛门我不清楚 但是道门貌似也是到了道君境界 才有如此效果 五道吗 就算有 也要九千里吧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认可的点点头 之所以大家将人及四人 列为目前五道第一档次 就是因为他们足够年轻 等得起 最近有没有出挑的欣然啊 一名舞者 似乎觉得气氛有点沉重 转移话题道 有点本事的 大部分都是被卡在第三层了 目前那四位舞顶 都在冲击第五层 只是目前还没有人成功 没办法 越往上人越少 但也越强 匹配上的几率也就越高 所以 这名舞者话音未落 突然论剑格外传来阵阵惊呼 众人连忙朝外看去 只见众人都围在论剑杯前 议论纷纷 那论剑杯上 有一个名字突然出现 随后积分不断上涨 节节升高 众人定睛看去 程主服 记住 论剑格第三层 悲风道长站在了舞台之上 前几日败给人吉 体内的先天元气被吸空 导致这几天 他一直都在送毒道卷 将体内消散的先天元气捕起来 终于 补满了 对于人吉 悲风佩服归佩服 但是若总结那一战 他觉得 还是自己轻敌了 若是你来我往正面对决 自己不一定会输 当然 最让悲风受不了的是 他的师兄仇与道长 昨日成功从第四层进入第五层 已经在他面前炫耀了整整十二个时辰 读书人说得对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日 他悲风 要先入四层 再破第五层 他在第三层 还差最后一场战斗 悲风扫过在场的如道弟子 并不认为 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至于舞者 他没有看 在他心中 人吉就是最强 此时论剑阁中 沁声一响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在悲风面前 嗯 这是 刚刚从第二层声上来 好面声啊 从未见过 看看看 名字出来了 记中 城主府 什么 城主府 我记得 上一个城主府的舞者 是苏浅浅小姐吧 难道是侯爷的秘密武器 等等 记中 我想起来了 是侯爷的护卫 他不是如门弟子吗 我的天 我的足弟就在第二层 说他升入三层 一共挥剑七下 那就是说 一见一场 悲风望着面前的记中 眼皮微微跳了跳 他朝着己中做了个道一 平道悲风 有礼了 记中点了点头 回礼道 记中 悲风也不再多言 他听到了台下之人的议论 一见一个 要么剑速快 要么剑势强 以稳为主 心中念头拿定 悲风浑身先天元气爆发 再度凝聚出太极生辉 悲风就不幸 还能遇上第二个会北明大法的 记中此时 望着被太极光辉笼罩的悲风 眼神古怪 这个招式 他在中间 荡柴屁 记兄 若是想不到破解太极生辉神通的法子 平道劝你 一道寒光乍现 几中收剑归翘 承让 悲风感觉心口一凉 低下头 就看到自己道袍已经被划开 若是对方再往前一些 恐怕被劈开的 就是他的胸膛了 悲风冷在了原地 这就 结束了 大哥 我晋级赛啊 怎么老给我匹配这种人 无量的道祖婆婆 我这就是输了第二场 再输一场 就滚去第二层了 这不公平 此时论剑阁传来空灵的声音 记重 圣 悲风有些无奈地看着几中 记兄 吴侯的小说我也看 这是那一招 我怎么没印象 记重面无表情 开口道 知其白 手其黑 破道士 暗光辉 我自创的 城主府中 望着论剑阁里的画面 陈洛心情开朗 洛宏奴坐在一旁 给陈洛到了一碗果酿 轻笑道 侯爷 你也太过分了 记公子可是斩杀过夫子敬的人 你让他去打论剑阁 不是太欺负人了吗 陈洛喝了一口果酿 怎么了 小姐可是仰俏镜 连生蟹镜都没到 都是三千里 算合法捕捞 怎么能说是炸鱼呢 谁让那些如道天才 一个个那么嚣张 小姐 加油 瞒天之下 这里是瞒天之下的核心区域 一眼望不到边的灰红宫殿群 闪耀着瞒月的光辉 一名二品蛮狮 快步走进一幢高大华美的建筑中 穿过一道道充满着奇花异草的走廊 最终来到一间 画满了各种诡异符号的密室 密室中 有一尊蛮兽的海骨遗留 五位身着白袍的女子 围绕着那海骨而坐 身上散发出一品大蛮狮的气势 那名二品蛮狮连忙上前 恭敬拜扶下来 拜见祭祀 蛮神宫已经送来了 人族浪飞仙的苍天印记 希望我们蛮天殿 可以还原对方的容貌 说着 那二品蛮狮 双手捧出一个古怪造型的透明容器 容器内有道道轻气飘荡 哼 若不是浪飞仙杀了一位蛮神之子 恐怕蛮神也不会亲自出手 捕捉浪飞仙的印记吧 好了 苍天印记采集不易 会受到苍天反击 我等先完成差事吧 不错 本事还是很好奇 那个浪飞仙到底是什么模样 听说至今为止 即便和他对战之人 也记不住他的样子 今日 真相就要大白了 一名一品 大蛮狮朝那透明容器一点 那透明容器上的封印解开 一道道轻气飘荡而出 随即五位大蛮狮 同时按住了地上蛮兽遗孩的四肢与头颅 这遗孩之上 站起了一尊凶悍的蛮兽虚影 那蛮兽虚影深吸一口气 将那轻气全部吸入鼻中 随后抬起头 闪烁着光芒 看向上方 一道光芒在蛮兽虚影的视线中呈现 那是一个男人 身材高瘦 头发随意披散着 几缕碎发遮挡在面前 看不清眉目 但那嘴角微微翘起 似乎什么都不屑一顾 他左手持长剑 右手拎酒壶 一副要破目而出的模样 随即 只见他长剑一滑 顿时化目消散 五位大蛮狮 几乎同时仿佛被灼烧一般 将手掌从蛮兽遗孩上抬起 只见每个人的手掌 仿佛都被利刃划过 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不可能 不可能 其中一位大蛮狮惊呼出口 不可能是他 李清廉 他已经死去数百年了 不可能 第318章 东苍开海 李清廉 一个仿佛是月光形成的朦胧人影 在大厅中缓缓浮现 五位一品大蛮狮见到人影 连忙跪倒 拜见主祭 此时 跪在大厅门口的二品蛮狮 更是头也不敢抬起来 神魂感受到的压制让他明白 一位蛮妓将领了 在蛮天殿 一品大蛮狮称为祭祀 而超品蛮妓则被尊称为主祭 那蛮妓的朦胧身影 缓缓来到蛮兽遗骸前 仿佛解释给众人听 又仿佛在自言自语 李清廉入灭之时 尚未丰盛 神魂 意志 血脉 气血 全部被磨灭 神女金提亚自然神血 切断了李清廉与苍天的联系 他断然不可能复生 浪飞仙 或是李清廉之信仰者 学做了李清廉的模样 说着 这朦胧人影 一点蛮兽遗骸 那遗骸的头颅飞起 然后轰然炸碎 化作了一只 由骨灰凝聚的蝴蝶 那蛊蝶扑扇着翅膀 飞到了那位二品蛮尸身前 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将这蛊蝶 交给蛮神功 那一件的波动 可以追踪到浪飞仙大致的范围 说完 这朦胧的身影扭曲间 消散在了原地 花开两朵 各表一只 且不去说 瞒天之下 为了抓捕浪飞仙 而风起云涌 苍天之下的东苍城 红日出生 避空万里 陈洛带着镇首府 一众官员 出现在了东苍海港 东苍城原本作为 苍武海运的北方重点 大大小小的港口码头 也都修建了不少 只是随着东苍城被废弃 这些码头港口 也逐渐荒芜起来 自从陈洛入主东苍后 立刻开始了这些港口码头的 修复和重建工作 如今已经全部修齐完毕 昨日 从勒芽城传来消息 勒芽港已经完成了 将近三分之一的修复 可以开始接受有限量的海运 这把秦当国给激动坏了 别看东苍城最近这么热闹 实际上每日都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东苍如今不缺银子和宝物 就缺实际的物资 不管是民生物资 还是建设物资 极缺 在得到勒芽港可以启用的那一刻 秦夫子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将陈洛从云丝摇的房间里 拉了出来 面色激动地让陈洛立刻展开海运 说实话 陈洛正和云丝摇讨论修行事宜呢 没看见云丝摇还穿着贴身的便服吗 要不是陈洛拦着 云丝摇几乎一颗棋子灭了秦当国 这才有了今日众人骑俱乐芽港的一幕 大哥 小弟有点想不通 既然有储物宝贝 为何不直接用储物宝贝运送呢 侯爷麾下不是有一只狐妖运输大队吗 这么大费周章开海港做什么 一名舞者小声朝着身边的 一位儒生打扮的中年人问道 那儒生瞪了舞者一眼 传音道 储物宝贝 你有吗 那舞者摇了摇头 儒生接着传音道 当今最便宜的储物宝贝 就是道门绘制的储物符 价值白银白两 比如下品零米 那空间内能盛放的零米 也就是价值白两左右 储物符一丝就没了 那零米价格 是不是等于上升了一倍 舞者点点头 这不得了 你想想 如今东苍城一天要消耗多少零米 如果都是这么运 零米的多贵 这海运啊 运的是这些基础物品 目的是让人人都能吃得起买得起 自然是越便宜越好 再者说 咱们现在人在东苍 日后想要外出游历 这海运线 就是我们最便捷的通道 毕竟咱们又不是大儒 能在天上飞来飞去 你说是这个道理吗 舞者这才恍然大悟 连连点头 另一边 一位随行的豪门家主望着海岸线上的大小船只 微微皱眉 这些都是疆船 在海上没问题吗 他的本家就是海边的豪门 对于海船自然不会陌生 如今眼前的船只分明都是疆船 大旋停下海运后 海船都改了 镇首府正在召集海船船将建造呢 至于这批船 嘿嘿 另一位与他交好的豪门家主 把眼神落在海中 王兄 你注意这船底下 哦 那王姓家主被提醒 立刻朝海底望去 这才发现 在海底 每一艘船的下面都有数名海妖 身上系着厚实的绳索 连接着船底 这是 拉船 王姓家主哭笑不得 海妖有心波起浪的天赋 自然也能风平浪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船就将船吧 那没事了 侯爷 流人鬼轻装上前 向陈洛行了个礼 锦帆营低营已经就位 随时可以出发 陈洛微微点头 初次出海 海军自然也要随行 毕竟乐牙港和东舱港 虽然只有一日的海城 但难保会有类似奔波尔坝 和坝波尔坝这样不开眼的势力出现 退一步来说 未来重启舱无限 还是需要东舱海军来维护的 陈洛点点头 望向海面 此次出海 总计有货船32艘 全部是城主府名下 其他豪门的船队想要下海 还要等一段时间 起码要等这条航线成熟以后 才会对他们开放 所以 对于陈洛来讲 这都是他的子弟 初次出海 出了东舱 直到抵达乐牙港前 海岸线上就再无城市 老实说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此 他特地派出了两位百战大如随行 陈洛偏过头 又看向站在一旁的奔波尔坝和坝波尔坝 走上前去 两位妖族大圣立刻行礼 见过主上 陈洛抬了抬手 示意两人起来 郑重道 把我的将士全部平安带回来 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奔波尔坝和坝波尔坝对视一眼 连忙再次败道 一口同声 主上放心 我等一定护好紧翻盈 侯爷 放心吧 我们都是好汉子 不用海妖保护 楚平玻璃的静 听到了陈洛的话 心中暖意澎湃 高喊道 东苍海军 还需要海妖保护 岂不是丢了侯爷你的脸面 侯爷 你的人情值钱着呢 不值当给这些海妖 侯爷 就冲您这句话 撒家现在葬身大海也值了 顿时 一道道喊声在锦帆营中响起 留人鬼走到陈洛身侧 说道 侯爷 无须担心 我等明日就可返回 此时 一位大儒突然笑道 吴侯 东苍初次出海 可有壮行诗 江河出行之词 层出不穷 一里清廉 长风破浪会有时 孤帆援隐 避空境 最为出彩 侯爷和不写一首开海诗 纪念这一次东苍开海 这位大儒的声音一落 那随行之人都纷纷点头 目光齐刷刷落在了陈洛身上 在场之人都知道 陈洛出口成章 诗成必传天下 谁不愿目睹此景 一时间人人屏息 静候陈洛 陈洛心中一动 开海诗吗 这诗 此时突然听到船上 一位锦帆营军士大喊 侯爷 莫作诗 给咱们写个曲吧 我们都是大老粗 诗什么的听不懂 还是曲能哼唱的起来 以后回家 也可以给家人炫耀一二 要是诗的话 我们也解释不清楚 此言一出 又迎来阵阵笑声 那最先提议写诗的 大儒无奈一笑 朽木不可刁眼 不过对于这个提议 他心里倒也是赞成的 陈洛的曲虽然少 但是每一首也都传唱天下 仔细想想 若真的是一首新曲的话 东苍大剧院一定会有名家演唱 也是大宝尔福之事 孩子 我东苍未来生命现眼 陈洛看着站在舟船甲板上的将士 点了点头 好 我已去为你们开海撞行 流人鬼双足一点 跳上了旗舰船手 对着陈洛一拜 随即大喊 启航 一道道船毛拉起 船队缓缓启动 朝南而行 陈洛望着缓缓移动起来的船队 望着船队前方的万寝碧波 红日出生 心中突然生出一股感慨 他手腕一翻 一方大鼓出现在陈洛身边 咚咚咚咚 一道豪放的声音 通过狮子吼的功夫 传荡到了每一个锦帆营的将士耳中 傲气傲笑腕重浪 热血热胜红日光 胆似铁打 鼓似金刚 胸襟百千丈 眼光万里长 世奋发自强做好汉 做个好汉子 每天要自强 热血男子 热胜红日光 让海天为我聚能量 去开天辟地 为我理想去闯 看碧波高壮 又看碧空广阔好气扬 即使男儿当自强 昂不挺胸 大家做动凉 做好汉 用我白点热 要出千分光 第319章 剑月长河战蛮神 异曲长歌冲销起 晴空碧波入胸怀 为东苍开海而作的 男儿当自强 瞬间就传遍了东苍城 其此广阔 齐取激昂 醉事催人奋发 听之热血沸腾 于是 论剑阁商城 推出男儿当自强 出场碧极爱慕 售价 五百论剑积分 一句 太过分了 论剑茶楼之上 一众人义愤填膺 之前好歹是一首完整的诗 现在怎么就分剧卖了 一位舞者 喝了一口一百论剑 积分一壶的茅台酒 满脸郁闷道 这也太水了 侯爷这是开海撞行曲 可不就是水吗 又一位舞者愤愤不平道 一共分了14句 算下来全部凑齐 需要7000积分 那也是大可不必 又一位中年舞者摇了摇头 只兑换其中几句就可以了 不然上台以后 这曲子还没放完 笔斗就结束了 你赢了还好 你输了的话 多少有点尴尬 听闻此言 不少人想了想 若是人倒在了台上 曲子还在唱让海天 为我聚能量 那画面确实 一位儒生轻轻摇头 和身边的同伴传音道 舞夫到底还是脑子简单了一些 又没有什么加成效果 要花大价钱 买那些声音做什么 嗯 学弟 你在做什么 他身边年轻一些的儒生抬起头 学兄 你说我是买奥七奥孝万重浪 还是这句 又看避空广阔好气扬 学弟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这种滑而不拾的东西 学兄 时代变了 拾不拾是时间问题 滑不滑就是永恒的问题了 那年轻儒生 义正言辞说道 那儒生一愣 想了想 第二句吧 跟我如门还有些关系 好嘞 那个 帮我也下个单 城主府中 云思瑶和陈洛 继续着昨日被打断 秦当国打断的话题 所以师姐的意思是 我最好第三次生血 能吸纳一种神魂防御类的天生神通 陈洛问道 云思瑶点点头 你的武道本就偏重肉身 加上滴血重生的神通种子 再服役金中赵之类的武学 肉身防御 已经可以抵御大部分夫子静的攻击 但是神魂 还是略显缠弱了一些 不说妖族和蛮族 都有神魂手段 就说人族 道门以神魂为主 但也不代表儒门和佛门 没有神魂攻击手段 尤其是日后 你要推天门少不得要接触他们 推天门 陈洛微微醋眉 他之前就一直听说要推天门 自己在武道上 也看到了那扇硕大的天道之门 于是开口问道 师姐 这个推天门是怎么回事 是我走到天门前去推吗 云思瑶扑痴 笑了一声 美目横了陈洛一眼 说道 你以为天门是咱们房间的房门吗 那其实是一种天道的限制 天道限制 对 通天路的本质 就是人族和天道之间的桥梁 这个四师兄和你说过吧 陈洛点点头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天道就像是一汪大海 如道佛三条通天路 就好像是三根巨大的管子 将天道的力量引导出来 而海洋越深处 力量越玄妙 所谓万里通天 就是那根管子 可以深入天道大海的万里深处 你的武道只有三千里 也就是说 你的管子只有三千里长 所以只能引导三千里之上海水力量 陈洛想象了一下 又点了点头 所谓推天门开六千里 你可以看作 是武道那根管子 又延长了三千里 但是天道的力量 并非无穷无尽 因此 天道对管子下了限制 这个限制就是天门 这只是 一个简单的例子 真正的通天路 与天道的关系 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但是重点大概如此 陈洛心中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所以 推天门 其实就是让天道解除这个限制 是的 云四瑶点点头 面色上有一丝凝重 老实说 如 道两门 可能正在头疼呢 他们头疼什么 陈洛一问道 还不是因为 云四瑶说到这里 话语突然一顿 玉手翻转 一枚竹叶出现在 云四瑶的手中 此时那竹叶的青色 迅速退去 化作枯黄之色 云四瑶面色大变 十姐 见到那竹叶的瞬间 陈洛也没来由 感觉心中一惊 望向云四瑶 看着那竹叶 大概枯黄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还保存着夜间上部的翠绿 云四瑶虽然面色依然沉重 大师兄出事了 云四瑶沉声道 时间到拨回一刻钟之前 瞒天之下 千里荒原 一道淡青色的长袍身影 主见而立 蛮风将他的长发扬起 他嘴里叼着一根蛮草 眼神淡然地看着前方 视线中 一道蛮人的身影缓缓走来 举手抬足间 一道道黑色的丝线 在他身边时影时线 那是空间破灭又愈合的征兆 似乎这空间 无法承受他一般 他没有释放什么威压 但是沿途蛮草 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压迫 紧紧贴着地面 就连那蛮风 似乎都有意绕开了他 他的身形并不高大 但是整个人站在那里 却犹如天微降临一般 空气 似乎都凝重了起来 举手投足 破碎虚空 蛮神 他在距离青色人影 不远处停了下来 眼中看着对方 并没开口 但是一道威严浑厚的声音 仿佛从四面八方 天上地下同时响起 不跑了吗 不跑了 那长袍人族笑了笑 吐出了嘴里的蛮草 你似乎找到追踪我的办法 看来是跑不掉了 说着 他缓缓抽出了自己的长剑 浪一下 说不定今将我能吐神呢 他将剑尖指向蛮神 人族 浪飞仙 那蛮神嘴角微微翘起 抬起一只手 平举到胸前 随后向下一压 顿时一道黑色的空间 凭空出现 迅速扩张 瞬间囊括了周遭百里 也将浪飞仙包裹了进去 随后 这黑色空间消失 蛮神与浪飞仙的身影 也消失在原地 蛮草重新被蛮风扶起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浪飞仙看了一眼 自己所在的空间 这里仿佛是一片虚空 圣战域 浪飞仙心中了然 对于苍天和蛮天来说 已经无法修复 圣极交战留下的世界疮痕 譬如大旋与西域之间的 黄沙大漠 因此 双天协定之后 还有一条规矩 那便是圣极交战 以契机 进一片虚空作为战场 有名圣战域 屏蔽赶之 浪飞仙很快就发现 这一片圣战域 还多了一些东西 导致其他人 无法探查到这里 你在提防 浪飞仙望向对面的蛮神 那名蛮神点了点头 本神很好奇 你为何能避开搜寻 所以 你想找到我的秘密 然后切为己有 浪飞仙不屑笑道 有了私心 还敢称神 浪飞仙说着 虚空中突然有花花水声响起 我有一剑 浩涵剑天河 请蛮神大人挺剑 说着 长剑一挥 一道银河凭空而生 朝着蛮神奔涌而去 那银河中光芒璀璨 仿佛天上星巨巨此河 但是仔细看去 那一道道星光 却是一道道正气剑光 汇聚成河 君不见 黄河直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长河浩荡 奔腾不朽 仿佛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他的去世 长河藏剑 剑气长河 似乎划破了虚空 瞬间将蛮神淹没 只听叮当一阵乱响 一道磅礴气机 在剑气长河中爆发 猛然将剑气长河 拦腰斩断 浪飞仙手腕一转 被截断的剑气长河 重新飞回 横跟在浪飞仙身后 重新练成一体 不错 那蛮神缓缓点头 竟然毫发无损 他开口赞了一句 蛮族蛮神以下 能挡住这一击的大蛮王 不会超过七人 你有当年李清莲三分本事 浪飞仙淡然一笑 第二剑 说着 浪飞仙后退一步 顿时进入了 那剑气长河之中 剑气长河刹那间波涛汹涌 就在这怒浪翻腾中 一眉眉皎洁如镜的明月 从这剑川内升起 照耀虚空 残月 满月 人间月 苍天四十十二月 月月圆缺液夜明 呼吸间 那道正气长河再度暴涨 十二弯残月月试杀翼 十二轮满月月放清灰 角如飞进灵丹阙 绿烟灭 静青挥发 这哪里是一道道月光 分明又是一道道剑光 残月剑光隐秘诡诀 满月剑光堂皇正大 但是每一剑威力却是一样的 每一剑的威力 都比得上方才见起长河的全力冲击 剑光闪闪 月光灼灼 那无尽的光芒 拔在蛮神身上 顷刻间 蛮神那以血气凝聚的衣裳破裂 一道道伤口在蛮神身上出现 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血人 蛮神此时眼中轻视之一顿去 转而化作一股严肃正色 只见他四肢手握拳 同时重重打出 庞大的气机释放而出 虚空顿时动荡起来 随即他伸出两手 似乎抓住了空间的两脚 似乎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大吼一声 两只手用力向下一扯 就听空间中传出一连串爆炸雷音 虚空就仿佛目不一般被他给抖开 而月光发出的攻击 也被这虚空的波动 尽数湮灭 这道波动蔓延到剑气长河之上 顷刻间一道道剑气明月碎裂 重新坠入长河之中 与此同时 几乎同样威力地波动朝蛮神涌来 只听喷喷两声 那抓住空间的两只手掌 被这反噬之力震碎 很好 蛮神开口说道 能逼本神出手便是自伤 你还是第一人 本神收回刚才的话 蛮足蛮神以下 能与你一战之人 不超过三个 有当年李清廉七分本事 你有资格知道本神的名字 记住了 杀你的 蛮神图男 剑气长河似乎无法支撑 缓缓消散 露出浪飞仙的身影 此时的浪飞仙 面色苍白 似乎刚才的两机 已经消耗了他的所有力气 他咳嗽了两声 一道鲜血从嘴角流了下来 也是长叹一口气 果然 图神太难了 他抬起手 有些虚弱地望着蛮神图男 又是轻轻一笑 图男蛮神 莫急 我这里 还有第三剑 花音落下 浪飞仙手中长剑 剑光炸起 第三百二十张 咱们大师兄 不是人 浪飞仙握着长剑剑柄 剑剑朝下 剑身散发着清幽的寒光 他松开手 长剑垂落 却仿佛落入了 一道看不见的深渊中 从剑剑开始 长剑逐渐消失 直到剑柄也不见的那一刻 浪飞仙面前的虚空 仿佛如同水波一样 荡起了圈圈涟漪 涟漪在虚空中扩散 刹那间 涟漪所过之处 一道道花苞浮现 花苞盛放 化作了一朵朵清莲 清莲仿佛虚幻 却又无比真实 在虚空中漂浮 花瓣每一次颤动 都有一道清光剑气迸发 第一剑 剑气成河 第二剑 大河声月 第三剑 虚空声莲 浪飞先轻吐了一口气 那一眼望去数之不尽的清莲 开始旋转起来 莲颤颤 光黄黄 无数连夜飞舞 涌向蛮神图南 连夜轻柔 却带着无穷杀鸡 这第三剑 名曰 千叶连 故弄玄虚 图南背后两只完整的手臂猛然一拍 一道震动波动 从他掌心散发 将他全身笼罩 刹那间 图南周身仿佛出现了一道模糊的空间震荡带 那连夜接触到那空间震荡带 瞬间被绞碎 只有少量的气机 透过了震荡带 打在了图南身上 连一丝痕迹都留不下来 浪飞仙 结束了 图南平淡陈述道 仿佛再说一句 再正常不过的事实 他背后的一只手握紧拳头 猛地向下一砸 同时在浪飞仙的头顶上 虚空中幻化出了一道巨拳 带着呼啸之声 朝陈落砸下 这第三剑 没有第二剑墙 让本神失望了 伴随着图南这句话 那幻化巨拳 重重地落在了浪飞仙身上 浪飞仙的身影 瞬间被铁拳打成虚无 嗯 图南微微皱眉 方才他感觉到 自己的神通 似乎打在空处一般 完全没有受力 就在此时 浪飞仙的声音 在图南身后响起 图南猛地回头 只见那连夜透过的契机 在他身后 缓缓凝结出了浪飞仙的模样 图南背上的两只手臂 朝浪飞仙打来 浪飞仙却仿佛站在 另一个空间一般 让那两只手臂 从他的身体上穿越而过 浪飞仙抬起手 第三件 青莲生梦 花音落下 浪飞仙一直点在了图南的额头 刹那间 一道青莲图案 在图南额头生成 同时 浪飞仙的身影消失 续空中一朵朵青莲 迅速枯萎凋零 而图南双眼中血色闪烁 最终平静下来 图南缓缓闭上了眼睛 整个圣战域 一片死寂 这竹叶 是大师兄本命竹上生出的 云丝瑶忧心冲冲望着那枚竹叶 解释道 可以显现主人的生命状况 竹叶焦黄 大师兄恐怕遇上危险 云丝瑶起身来回夺了两步 小师弟 我要返回竹林一趟 突然间 云丝瑶微微醋眉 陈洛官窃问道 师姐 怎么了 有人来了 很强 东苍城内 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一步一步朝着城竹府走去 他每一步虽慢 但一台腿间 就已经出现在数十步之外 奇怪的是 人来人往的东苍大街 似乎没有人能看到他 他瘦骨灵循 却透着一股坚毅 他突然停下脚步 抬头望着前方 只见一只黑白大熊 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正是雾黎涛 雾黎涛望着面前的中年男人 那男人行了个礼 原来是竹林雾黎大圣当面 老夫新嫁轩 镇玄思北王 特来求见吴侯 有要是香伤 城主府内 落红奴为新嫁轩奉上一杯香茶 新嫁轩看着面前的陈洛 以及云丝瑶 轻轻点头 二位猜得不错 老夫正是为浪文友而来 浪文友乃是我镇玄思的客亲 是镇玄思获取蛮族情报的重要功臣 三日前 老夫得到瞒天情报 浪文友卢走了蛮神图南的初代子寺 引来图南的怒火 联合瞒天殿 追捕浪文友 老夫先后去过瞒天之下数次 都未能找到浪文友 只能厚言来此 请吴侯协助 陈洛此时心中震动不已 他知道自己这位传说的大师兄 以浪文明 但一直有惊无险 说明并非是无脑蛮干之辈 好端端 怎么会去招惹一位活着的蛮神呢 陈洛想来想去 却发现最大的可能 或许是为了他 自己的修行对竹林从来都没有保密 所以大师兄早就知道 自己生血境 需要精血之事 瞒天之下的血脉 又有什么比蛮神出代子四更精粹的呢 除非是蛮神本身 还没等陈洛说话 云丝瑶先开口冷声说道 北王阁下 你们郑玄思可真有意思 失了我大师兄的消息 现在还想让我们把小师弟也赔进去吗 星架轩点点头 是老夫没有说清楚 老夫听说 吴侯有一剑一宝 可以穿梭瞒天 而不被瞒天发现 可有此事 嗯 陈洛点点头 如果陈洛没有猜错 活死人物的消息 自然是冰箱告诉他的 星架轩看到陈洛肯定 面色稍稍舒缓了一些 说道 我等身份敏感 在瞒天之下无法久留 故此想请吴侯走一趟瞒天 确认浪文友的下落 我郑玄思的势力 吴侯尽可调用 只要确定浪文友所在 我郑玄思自然会不顾一切代价 出手相救 甚至 郑国王也会亲自出手 陈洛看向云丝瑶 云丝瑶沉默片刻 起身朝 星架宣尸了一礼 北王稍等 容我与师弟说两句话 随后 云丝瑶看向陈洛 点了点头 走向后院 陈洛连忙跟了上去 陈洛与云丝瑶走到后院中 云丝瑶一挥手 一到家国天下之力隔绝内外 云丝瑶这才看向陈洛 师弟 稍后你回绝星架宣 我去 什么 陈洛吃了一惊 师姐 你去 对 我是龙女 不受瞒天的影响 我去最合适 不行 陈洛断然拒绝道 师姐你就算是龙女 也已经是大如修为 苍天气息浓厚 一入瞒天 必然会被发现 太危险了 况且 我又不是第一次去瞒天 你知道我的保命手段 还是我去吧 云丝摇摇了摇头 新北王不知道具体情况 只以为是大师兄 被蛮神追捕 但是从生命竹叶来看 大师兄已经和蛮神交上手了 找到大师兄 或许意味着接近蛮神 对你来说 太危险了 陈洛还要反驳 突然想到了什么 师姐 竹叶发生变化 老师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云丝摇摇了摇头 大师兄的竹叶 只有这一枚 因为我陪你来东仓 距离蛮足更近 因此 这一枚竹叶 葬在我的身上 此事千万不能让老师知晓 否则以他老人家的脾气 可能直接杀进瞒天 太危险了 行了 就这么定了 云丝摇说着 就要转身朝前厅走去 突然站住 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手被沉落拉住 师姐 你还记得我之前 给小七他们说的 葫芦娃救爷爷的故事吗 云丝摇一愣 小七经常在他身边转悠 他自然知道这个 给葫芦娃们赴神的故事 你这样单独跑去 不就是葫芦娃救爷爷的翻版吗 师姐 我知道你担心大师兄 但是关心则乱 我们冷静一点 新北王的法子是对的 先确定位置 再组织营救 所以还是我去吧 陈洛再次说道 只是确定个位置而已 我会多加小心的 云丝摇还要说话 陈洛再次说道 大师兄在蛮族 还是可以理解的 万一老师 算出你也去了蛮天 这来龙去脉推算下来 你觉得能瞒得住 他老人家吗 还有二师姐 到时候 一个个往蛮族扑 难道人族 要和蛮族全面开战吗 云丝摇欲言又止 放心吧 没事的 陈洛冲着云丝摇一笑 我又没那么蠢 去给大师兄和蛮神劝架 再说 你看大师兄的生命逐页 不是停止变色吗 说明大师兄 目前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大不了我去看看 不行 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云丝摇看向陈洛的眼神里 充满了犹豫和挣扎 他知道 陈洛说的是对的 自己又担心大师兄 又不放心小师弟 更害怕老师一时冲动 心虚乱了 才想出 自己先赴蛮天的天有法子 可是 又能怎么样呢 纵然 他有千般良计 也没有时间慢慢布置了 你若是不同意 陈洛见云丝摇不说话 只好放出大招 等你去了蛮天 我也偷偷溜过去 你敢 云丝摇趁怒道 针对上陈洛的眼神 六师姐 我也是竹林弟子 那也是我的大师兄 陈洛轻轻说道 云丝摇哑然 半晌 输了一口气 拉着陈洛坐下 再看向陈洛 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之色 你说的对 你也是竹林弟子 既然你想先去 那就去吧 这片生命竹叶你带上 千里范围之内 它能感应到大师兄的存在 为你指引方向 原本打算你见到大师兄后 让他自己告诉你的 但是现在 还是由我和你说说 大师兄的情况吧 咱们大师兄 不是人 陈洛一愣 不是人